你们快看他又出现了 你干啥呢 我出差回来这几天 就发现那个男人总往我家看 真吓人 那你怎么不报警啊 毕竟人姐也没干啥事 我就是想找你们来看看 他到底想干什么 你去世宝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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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男人在家还戴着口游户帽子 你姐不想让人认出 就算去也有个人出场 姐姐 你出差之前有发现他吗 没有 我经常在穿点高花 如果有人看我肯定知道 而且我上午还特意问了一夜 他说可能对面那男的也喜欢养花 所以才躲着窗前看我猜我 哇 姐姐 你出差要多久 差不多一个月吧 一个月 哎呀 我的作业打在姐姐车上了 你们陪我拿一下 你哪来 现在可以叫保安了 也许能抓个清醒 姐姐出差了一个月 家里的花全没有哭 特别知道是终于不交过水平的花气 物业总知道你养花的 所以真相应该是 那个物业经常偷偷进入姐姐房间 被对面那个男人无意见看的 于是故意装作是这家屋子的主人 比窗台的花交就是 还从姐姐出差回来 对面男人发现姐姐才是真人的主人 他想告诉你 但又怕有个伤身 于是脚这样的对面 试图提醒你 他刚才一直在做的手势 翻译过来是 床下 有人